歡迎收看 WS4LINE 15週變強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訓練已經進行到了第八週 你們知道為什麼我們要這樣訓練嗎? 其實我們的訓練是按照週期化的安排 來按照每一週的訓練強度逐漸變強的情況 讓你的訓練強度可以逐漸累積上升 這個時候才可以有效的刺激你的訓練 所以有關於週期化的訓練呢 我希望在這一集的片尾也可以告訴你們 讓你們知道到底怎麼樣的週期化訓練 可以讓你的進步有效果之外 還可以以不受傷為原則 規劃一個12到16週的訓練來為自己進步吧 OK 那我們就開始講這禮拜的課表吧 禮拜一一樣維持是基礎核心訓練 所以記得核心很重要 不要偷懶 因為這一天有可能就會影響到你跑步到後段 你的深層核心肌肉都會影響是你跑步的關鍵 OK 那禮拜二的話就是我們這禮拜的第一次跑步訓練啊 那這禮拜的跑步訓練跟上週有點不一樣 是從3公里變成4公里的馬拉松配速 所以前面會先跑4K的熱身 4K的配速強度是2.5區 就是馬拉松配速要跑4公里 當你4公里跑完結束之後 上禮拜的課表是400公尺5趟 這禮拜變成6趟 每一趟強度一樣是5.5區 那每一趟跑完一樣保持原地休息一分鐘 所以跟上禮拜相較之下 前面的馬拉松配速多了一公里 400公尺多了一趟 強度稍微變長 OK 想辦法把這次的訓練撐過去 那禮拜三一樣是這週的休息日啊 所以休息日的時候好好放鬆 記得要好好的按摩伸展 讓你的腳保持肌肉新鮮的程度 才可以維持接下來的訓練喔 OK 禮拜四就是這禮拜的有養耐力訓練啊 那有養耐力訓練呢 一樣是保持60分鐘慢跑為主 強度是1.5區的強度 希望你可以在60分鐘之後 跑100公尺三趟 強度是6.0區 那這樣的加速跑呢 目的一樣是希望可以代謝到你身體頓頓的感覺 禮拜五呢就是這禮拜的間歇訓練啊 也是這禮拜的重頭戲 那訓練的內容呢 是1000公尺從上禮拜的5趟變成6趟 那強度呢 一樣是維持5.0區 那每一趟的休息時間 是你在跑完1000公尺之後 原地休息3分鐘 那這禮拜的燙數跟上禮拜的燙數 多了一趟之下 在越後面 需要堅持的力量就會越多 強度難度也會越來越提高喔 所以希望你們在後面的時候 可以告訴自己 再撐一下 拜託再撐一下 撐過這兩趟 成績就會是你的 禮拜六呢就是休息日啦 那休息日的同時 希望你們可以出去 可以去參與一些非跑步的運動 讓身體可以轉換一下身心的狀態 因為畢竟訓練到了第八週 已經過了訓練週期的一半 你可能會在這個時候覺得 好疲勞 我不想再練了 所以建議你 可以稍微去做一些不一樣的運動 讓身體有一些代謝的情況 那禮拜天也是這禮拜的最後一次訓練啊 那這禮拜訓練內容呢 是要跑游泳能力70分鐘的游泳能力跑 強度區間是1.5區 從上禮拜的60公尺 我們又要開始往上逐漸攀升 所以時間到了70分鐘 一樣在跑完70分鐘的游泳能力跑之後 希望你可以跑兩趟的100公尺加速跑 目的一樣 代謝掉蹲蹲的感覺 OK 那以上就是這禮拜的訓練啊 希望你們可以堅持過這禮拜 我們就已經撐過完整的週期的一半啊 那接下來就是會介紹一下 週期化訓練到底是什麼東西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到底什麼是週期化訓練呢 它其實顧名思義啊 它就是一個有規律性的 然後在每一週期 從基礎期養成 到慢慢的進展期 甚至到最後的巔峰 甚至到接近比賽的時候的比賽賽前期 那在這個每個週期之間 訓練當中的內容做變化 簡單來講這就是週期化訓練 那週期化訓練當中呢 其實還有更多的變換 在每一週裡面 其實包含了 有氧耐力訓練 常間歇訓練 短間歇訓練 甚至是肌力訓練 這些東西加起來 才可以組成 變成一個有效的週期化訓練 那我就簡單來舉例一下 週期化訓練的內容吧 通常我們以一週為範例的話 一個禮拜當中 最好建議大家有 三到四次的有氧耐力訓練 那有氧耐力訓練在週期化訓練 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它就是維持你的體能 順便增加你的氧耐力 那這是它的目的 那第二種課表 會在裡面加入間歇課表 那間歇課表的目的呢 它是要在你打底之後 你的身體慢慢一個穩定的程度之下 再來對你的最大飾氧量做刺激 那這個時候 對你的最大飾氧量刺激 才有辦法繼續的進步下去 那最後一種課表 它就是肌力訓練 那肌力訓練呢 對於跑者來講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如果你的身體肌力很差的情況下 你的碰撞度不好 對於你在跑步當中到後面階段 你的肌肉會開始越來越沒力 這個時候你的跑步姿勢容易變形之外 你也會越來越喘喔 所以以上這些 就是簡單分享 我在一週訓練當中 怎麼樣安排我的週期化訓練 就是有常見些 短見些 遇上耐力訓練 還有肌力訓練 好那我們來簡單分享一下 在每一個週期不同的情況下 訓練有什麼差別吧 舉例來說 在一開始一定是打底的基礎期 那在基礎期的時候 這個養成階段 我們會把養養耐力放得最多 速度型的間歇訓練 會稍微少量一點 這個週期的目的 是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基礎養養耐力建構好 對於你在後面的高強度訓練之下 可以越來越完整的把課表吃完 這個時候完成度變高 訓練的成效也會變好喔 那第二個週期的部分呢 會進入到一個進展期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養養耐力會稍微的 減掉一天或兩天的量 把它改成間歇訓練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可以維持你的基本養養耐力 還可以做一點點的間歇訓練刺激 對你的最大市場量 可以慢慢的準備適應 下一週期來的最高難度的課表 那第三階段 也就是訓練當中最累的一個環節 那這個環節當中 會是間歇課表比較多的情況 當你的有氧耐力建構基礎 已經夠穩健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一週兩次的 無氧耐力刺激 來刺激你的最大市場量進步 那當你最大市場量進步的時候呢 你的成績才可以慢慢的往上爬 那最後一個週期 也就是比賽前期啦 當你到這個週期的時候 你的課表型態就會轉換成 接近比賽的狀況 在你的課表當中 會有越來越多的模擬比賽的配速 那在這個訓練環節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在比賽當中 可以透過這幾次的訓練 來模擬你比賽當中要跑的強度 跑的速度 跑的時間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你比賽當中 才不會有突然不知道 我現在爆掉 我現在肚子痛 該怎麼樣解決的這樣的問題出現 好那以上這些啊 就是今天介紹的週期化訓練 希望你可以在你的訓練當中 加入像我一樣的週期化訓練 在你訓練更完整的情況下 讓你成績進步的更明顯喔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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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